我 回来了 那我先走了 你 慢走 好 没有酒味 但为什么有医院的味道 晓晴最近用的香水 有一点奇怪 真的 新的话 我们可以 切身深入检查一下 好 好 怎么样 还好 都要累死了 好 再见 给谁打电话 晓晓 他还一个人在通城吗 嗯 我叫他过来写论文 他飞不来 晓晓不在这里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孤单啊 会啊 但是他现在 好像还是不愿意见你 干吗 把我当新弟啊 嗯 苏先生 是 那就是说 其实他本人 并不回避你 但是这个所谓的成音 对你却很忌惮 我也是最近 才注意到这个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我想不是 以现在的情况看 希望你能空假时间 多和他相处 你在 成音就不在的话 是最好的 他和成音在一起的情况减少 就说明病情正在好准 但是 我不带他来治疗 真的没事吗 治疗是一把双刃剑 虽然目前的治疗方式 对病情痊愈的时间有所拖延 但是 对他以后所承担的心理障碍 和伤害会讲到最低 从专业角度看 你觉得梁子要怎么取舍 其实苏先生心中 早就有了决断 不是吗 老板 桑小姐刚刚来电话了 夫人刚刚来电话了 好 你在干吗呢 怎么还不回家 我在应酬 又在喝酒啊 你不许喝酒啊 有时候 这用怎么推得掉 反正你回家 我是要检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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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先生 回来了 那我先走了 你慢走 我先走了 没有酒味 但为什么有医院的味道 晓晴最近用的香水 有一点奇怪 嗯 真的 新的话 我们可以 贴身深入检查一下 好 怎么样 还 还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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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